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肝病的皮肤象征 肝病是一般的病征大家都经常听的 例如眼黄、小便像是玻璃茶的颜色 大便像灰灰白白色那些 这些病征大家都知道,也听过很多次 今天我就跟大家讲一下 医生才会知道的一些肝病的皮肤象征 身体的器官很多时都有些储备 例如神有两个,一个坏了 另一个可以继续运作 肝只有一个,肝也是有些储备 即是说它储备多的话 好处是如果有些小病的话 肝有些问题也可以继续运作 应付身体的需要 有些不好处就是说如果真的有什么重要肝病的话 肝功能可能失去了大部分 接着才有病征 所以大家就了解一些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的皮肤病征也是好事 因为始终皮肤大家都看得到 首先第一个象征就是肝病 很多时候都会引起皮肤痕 皮肤痕没有出红疹什么都没有 就总是痕痕 就无尼拉加又没有濕疹什么都没有 就总是就好像猴子症那样 就是要周身痕、周身痕 整晚都痕得很紧要那些 那就要小心一点 因为肝病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有什么机制 它会令到皮肤里面就会痕 有些肝病它就初头就没有其他病征 没有眼黄没有症的 只痕的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一点 没有什么缘故那些周身痕有持续的话 就要看一下医生 第二样东西就是很多肝病 有些慢性肝病 就似乎它很容易令到皮肤表面 那些微疾管就有些抗张的 傾向有两个病征 第一样东西就有一种叫做 Spider Leavis Spider 大家知道是蜘蛛 Leavis 就是痣 蜘蛛痣的样子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图 这个图大家可以看到中间 就有一块红的 旁边就有一些血管 微消那样放射出来 很红的样子 看起来好像蜘蛛 所以叫蜘蛛痣 慢性肝病的人 就很轻有这些蜘蛛痣在皮肤表面显现出来的 尤其是多数在上半身的 就是说在胸口那些位置 或者背部的上半部分 这样就最多了 多数就不止一粒 有时一粒半粒 可能正常人都有的 皮肤有些变化 也不奇怪 但是如果它一大堆 如果是毛利拉加一大堆的话 出现在上半身 这样就要小心一点 因为肝病就比较轻 就有这些病症 第二样东西 又是跟微消那些抗张有关系的 就是很多肝病 就是慢性肝病 很轻的手把就会红了 有点像你很大力拍手掌 之后 接着手把红了 拍手掌过一会就没有了 但是如果它是常常都红的 多数时间都红的 这样的话就要小心一点 这些肝病也可能是慢性肝病的病症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以前没有的话 那也是要小心一点 最好就跟医生说一声 看看它需要不需要查一下 皮肤上面 如果有些人有肝病的话 有时候它有些很小粒的红点 周身都是这样的 就是针头大一点 但是它又不会说很大 就是不会像一毫子那样大 通常不会的 都是比较细点的那些 一般的样子就好像这张照片 就是细细点细细点的 有些像什么呢 有些像比如说你被蚊咬得很痕 刮得很厉害的时候 刮得很厉害 周围有些地方就会皮下出血的 那些点点 那些尺寸 那些尺寸 实际这些点点 都是皮下出血来的 皮下出血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血小板太低 例如有些肝病就会影响皮状 那就是肝就跟皮就连在一起 比如有些人有肝病 比如肝硬化 有些时候就会影响皮状 皮状就会大了很多 皮状就差不多是血小板的焚化炉 那些身体的血小板就老了 就是不要了 那就会去那里分解 那里面有用的物质就去resycle 因为肝病令皮状大了很多 那很多时候正常的血小板 经过它的时候 都被它在焚化炉那里烧了 那如果血小板太低的话 就会开始有皮下出血 这些现象 那些现象就是周身 好像针头大一点点 那些红点 它是平的 不像痣这样凸出来 它是平的 但是细细点的红点 如果有这样的现象 那也是要小心一点 那最后呢 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那些手指的象征 那手指呢 那就是第一个症状 肝病会引起的呢 就是我之前也有条片 讲指甲象征 那条片也讲过了 就是那个叫做finger clopping 就是那个叫做柱状指 那柱状指呢 就是说呢 就是好像那些 就是你家里 印尼姐姐用来 就是中烂一些东西 那个东西 那支就是柱 就是说呢 就好像手指最尾那里 就腫了 那你如果不太肯定自己有没有呢 那其实很简单 有个很简单的测试呢 你就将两个手指 就是食指的 两个手指甲对手指甲 对着有肛圆的地方 那通常呢 你就正常的话 你就会看到中间 有个菱形的地方 就是透肝这样的 那就为之正常啦 那但是如果你发觉呢 就好像这个图的右边那样 那右边 你会看到呢 两个手指是贴在的时候呢 中间就没有空间 那没有空间呢 就代表有机会有柱状指 例如肝硬化呢 可以引起这样东西 那还有一个病症 大家要留意的呢 那就是说 有些慢性的肝病呢 不知为什么呢 有什么机制呢 它可能影响到造甲的功能 变成造甲出来呢 就有些奇怪怪呢 那整个指甲会变成白色的 那留意哦 不是说 就是好像平时 大家都说 撞到指甲 中间有一点白色的 那些不是那些 都是这样的颜色 不过呢 整块甲就白的 很多时候都不止一个指甲 就是几个指甲 都是白了 那就是说 如果有这样的象征呢 又可能是有肝病的 其实呢 这些病症呢 就是医生 用来判断一个人 有没有肝病 一般人呢 就多数都不会知道 今天呢 又带钱入大家袋了 那记住呢 要订阅哦 那快点点点订阅键 按下个like 按下个钟仔 这样才行 好吗 今天说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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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